既德云瓦社沙青已经过去四个月了 但上线时间却迟迟未公布 近日德云社大型情景剧 北纬路甲一号正式沙青 郭德纲爱图卢云平在社交平台发文 从唯独到沙青一百天左右 我们六个人天天泡在一起 虽然见面频繁 但是分开之后还是依依不舍 孟赫棠发文称 千般滋味涌上心头 万般不舍难言再见 就当是风相赞别吧 找个好日子咱们再相见 随即有网友在评论区说 分开了但是没完全分开 毕竟都在一个公司 虽然有时演出不常见 但是总会遇到的 北纬路甲一号这部剧 由郭德纲韩志杰担任总监制 讲述了德云社发展初期的故事 对于剧名 相信很多喜欢德云社的朋友都知道 北纬路甲一号是北京德云社的 大本营所在地 德云社正是从这个地方 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这部剧的故事将围绕北纬路上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相声社团 万春社展开 而它的原型正是德云社 万春社的班子成员 也将由郭德纲的徒弟们组成 他们将重新演绎师傅郭德纲 曾经走过的路和吃过的苦 他们将饰演一个个在小园子里 谋生活的小人物 在学艺和表演的过程中 不断地改变着 对于相声这门艺术的理解和感悟 通过这部剧 他们也将揭露很多不为人知的 台前幕后的故事 比如对于名利的心态 与观众之间关系的解读 师兄弟之间的相处方式等等 台上是嬉笑怒骂 互相成就的表演者 台下是千功有爱 相互包容的师兄弟 正所谓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规矩 大家在相互成就的过程中 也逐渐领悟到了相声的魅力 至于演技 如果你看了第二季 斗笑社剧板杀那一期 就一定会很期待 龙门饭店这一期节目 如果排除其他因素 比如前面挑角色的环节 还有我们事先知道 这只是一个综艺节目 只是一个剧本杀游戏的前提 你绝对会觉得 这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 除了王九龙之外 北尾路贾一号里 其他五位主演 全部有角色 印象最深的 除了气质绝对契合的明觉 周九良之外 就是孟赫棠的买办了 当岳云鹏挑明自己的身份 准备英勇就义的时候 孟赫棠唱京剧时的表情 太入戏了 那一段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 这毕竟是德云社出品的作品 而且还是讲述 德云社早期发展的故事 相信除了这些曝光的演员外 还会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德云社演员 出现在剧中 德云社从无到有 从小变大 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关于德云社的故事 我们都听过很多 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也经历了无数的心酸和汗水 北尾路贾一号 也将带我们重温德云社这些年 一路走来而发生的故事 看完以后 相信大家对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会有一个新的人士